10塊錢都賣 對不對 超好吃 我明天要搬來嘉義了 超好吃耶 量是有限的 他吃半根了啦 你剛剛看車不停啊 你剛剛不是說你沒吃過 皮好好吃 皮超酥的耶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向 嗨 我是老K 我是小洋 歡迎收看 小向愛出門 而且老K是第一次來到 出登場 他竟然剛好有Catch到 對 今天來到哪裡呢 家裡 我之前在走徒步環島 Paste拜過 家裡的上面這邊是麻豆 然後在雪甲這邊 所以從麻豆走到雪甲 下面就是家裡 其實拍完雪甲之後 數百個人都跟我講說 你應該去家裡 你為什麼沒有來家裡吃 後來你決定要拍家裡的時候 我就說 喔好 我查一下 欸 在台南耶 我想說為什麼台南 難不就拍台南絲要去拍 來我這邊就請問啦 好 知道家裡的棒棒粉 下面請舉手 一定是 很多人不知道 看我們問才去查 好啦 我們今天真的要吃很多間 但是真的是隨便查都 每一個光看Google上的照片 一堆好想吃的耶 好啦 看一下它現在的雙下包 OK 中出發 GOGOGO 我們抵達第一間要吃的 嘉欣式沐嶼 非常便宜 你怎麼點都不會超過百 蛤 還是會超過百 每天都會超過百 啊 那個滷蛋看起來真的好強耶 哇 這鍋真的看起來很厲害耶 這鍋看起來滷了300年的那種感覺 欸 我剛剛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邊它的粥沒有特別煮呢 他剛剛講這句話的時候我就有點傻眼 欸 你是真的沒有來過南部玩嗎 在南部的粥就是 湯跟飯是粒粒分明的那種 如果是那種 我們吃的北部那種煮爛的 那種煮爛的 煮爛的 我們咖哩這裡 嘿嘿 吃這種的啦 對啦 老闆有說因為那個市區比較紅 他們可以煮一鍋然後一直賣一直賣 但他們這裡沒有啦 就怎麼比較沒客人 所以他們一直 是嗎 阿姨啦 阿姨你剛剛是說 葉門這邊比較沒客人 所以你都不能這樣 沒有啦 我就說我會講台語 你在那邊質疑我 打破了我對淫麻跟粥的解釋 因為他們的解釋是說 因為人比較適合 所以要加粥 阿姨還有粥加蛋 以為是荷包蛋嘛 結果是滷蛋 你是很想吃 我想吃 等它什麼時候放下 因為我怕會燙到 那我把滷蛋拿走 那個湯頭是非常鮮甜的 你知道它算鹹 但是我覺得很好吃 上面有一些薑絲 鹹中彈甜 我覺得它的飯調 它飯是硬的 它煮不是我的 它就沒在上課 老師你看它 我覺得很屌 沒有在上課 加三塊五十塊 我加到五十塊嗎 五十塊嗎 五十塊 阿老闆我們這樣整個 多少錢啊 七十塊 十塊滷肉飯 我明天要搬來嘉義了 哈哈哈 然後他剛才有講到 那魚是鮮甜的 而且它魚很多條 我現在應該拍不到 因為我剛才吃四五條 然後還有大概 還有五六條 台北至少一碗八十塊 然後滷肉飯 台北現在一碗 小碗的至少三十塊到四十塊 還是很便宜的 真實賣十塊錢 加油 吃爆我們下一家 吃爆家裡 滑鐵爐了 滑鐵爐 兩家牛肉湯都沒開 我們找了順福 還有假牛肉 還是牛肉市場 肉廠工修 禮拜五不會吧 因為有時候市場休息 就不一定 可是GPS 沒有 假牛肉是因為老闆去了越南 大家很多人說市場裡面很多好吃 我們搞不好可以邊走邊吃 好 先去吧 去米台母共 我們像在中山公有零售市場 市場裡面 這邊有個叫做嘉欣里米台母 沒錯 就聽說他米台母吃起來不太一樣 我也不知道 反正吃吧 我還沒有 哈囉美女來美女 幫我幫我吃 我說我是美女 哈哈哈 就最基本的米台母一碗好不好 魚肉有蚵仔肉絲的那一碗 好 我們點的是魚肉 它還有魚肚 還有蚵仔 那你先來吃吧 它其實裡面料滿多 有魚肉 蚵仔跟肉絲 哇 很尖耶 而且是我網路上聽有人說 他們覺得是天小貴 但我覺得是還好啦 可能對於 你家的料 奇夢出來的樣子嘛 以南部這樣來看的話 可能會覺得燒貴 但是以北部這樣來看的話 要覺得燒了 它料超多的耶 不是那種很大顆 米台母吃起來不太一樣耶 你叫你吃 你就吃一根 它不是酷的那種 你看那種 像麵嗎 很喜歡吃肉頭髮 哈哈 但沒吃 哈哈 沒事的 沒事 比較沒有那麼鹹 滿蛋的 它的米台母 因為它有點偏麻糬 很軟的啊 它不是Q的 它好像自己戳的那種 軟軟的 對… 而且見於麵哥搭跟麻糬之間 嗯哼 因為它是當天再來米製作 它不含防腐劑 你是旁邊剛剛偷看 哈哈哈 這邊旁邊洗 健康米台母喔 旁邊姐姐有跟我們說 不要吃Q的 這個純米的最好 因為太Q其實對我加Q粉喔 真的 有沒有聽到 我們吃防腐劑等到 要吃不Q的 我們剛開始挑嘴說 我們想吃Q的 結果 你先挑嘴 這個比較好吃 不要假的 哈哈哈 謝謝老闆 謝謝 拜拜 拜拜 各位人去 我們要來喝我們的 中美果汁吧 現場的棒棒粉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比較推薦的 比如說 一幣點的 木瓜 牛奶 然後加布丁 好酷喔 為什麼木瓜牛奶可以加布丁 杜梨加布丁 跟木瓜加布丁 豆腦 豆腦喝 是因為我們還缺一杯 有沒有推薦的 火龍果 火龍果 鳳梨汁 那我們就這三個好了 很好喝耶 嗯 兩個都不講話是什麼意思 很冰啊 欸 我喜歡木瓜 肉梨 好像要加一點點糖會比較好對不對 我這樣就可以 喔 對嗎 因為木瓜本身有甜味啊 對 它肉梨沒有甜味 嗯 火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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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嗎 是不是你幫他怎麼講話 喔 好喝耶 很鮮甜 比較鮮 好像火龍果養樂多耶 對 對不對 有一點 為什麼 有一點點多 欸 它加鳳梨 欸 它加多多 對 啊 啊 少當家食神來囉 各位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家 家裡非常之有名的 阿英越南烤乳豬 排隊排成這樣子 趕快去排 啊 不能內用嗎 不能 前面已經搖頭了 其實本次說的啦 超多人說的耶 超飽多 超多 打開訊息十個大概八個說 早上開嘛 下午就沒了 喔 對 所以我們抓大概十二點多來 中間時間 它真的很厲害 它真的太厲害 我好喜歡它裡面那些蘿蔔 這超好吃耶 我的天啊 其實我們剛剛在車上 我們覺得味道有點重 就是那個魚肉的臭味 但它真的很好吃 咬下去的時候你會發現 哇塞 哇這個完全是 可以康克耶 它那個烤豬的那個皮上面那一層 真的很脆 而且它肉給的很多 你看它肉給超多的 欸小翔 它真的是團克耶 這個可以偷拿耶 這個可以偷拿耶 好好吃喔 不要給老佩吃 不要給老佩吃 它應該是那個肉量是有限的 他需要 欸 它吃半根了啦 不要急耶 叫你等一下自己去排一隊 比較好的齁 因為大男生跟人家搶什麼法國麵包 對啊 第一次吃到這種夾 夾卡羅豬 夾卡羅豬的 然後卡羅豬又是很脆的 對對對 然後有焦香 對 有焦辣 很辣加下去 香啊 知香的 喔 它有塗醬啦 因為他們進 快被我們吃光了耶 剛還在那邊說吃不下 慘了慘了慘了 快吃光了 怎麼辦 我還要吃 它剛剛在那邊一個一個烤一個烤 烤到夠了 它才拿出來 我覺得這是店家的良心 因為有些人講說 我要趕快賣趕快賣就是拿出來 因為一點都不有趣 對對對 它在裡面讓我們排隊 我也要讓你等 我也要給你好吃的食物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老K 我今年31歲 單身 為什麼我會無聊玩相機呢 因為 好可憐 旁邊兩個都飛單的 我覺得右邊有點冷耶 為什麼 右邊好像有點冷 你看 他們兩個 一個在跟男朋友傳訊息 然後一個在跟男朋友講電話 他這樣午休時間呢 你自己說你單身多久了 我單身一年半啊 久到我真的覺得 你可能是喜歡男生 我也覺得你乾脆喜歡男生 對啊 根本就是姐妹啦 沒有沒有沒有 各位 各位 我單身到我也覺得 我大概喜歡男生的女生 不是只有你們認為 我也這樣覺得 等一下 這樣子不行了 教他一下嗎 然後我們法寶拿給他 孤單法寶 Li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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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以前孤單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都會滑這個 你是靠這交的男朋友嗎 欸 欸 欸 你好像是啦 但是 我有這個軟體 而且我已經滑了兩周 你真的有滑欸 我已經滑了兩周 欸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他蠻厲害的是 他可以陌生聊天 又可以訂製頭像 還可以速速配對 欸我之前也有玩過他的 語音多人互動房 可以多人對話語音聊天 重點是可以找 跟自己有相同興趣的人欸 你好 先用訊息啦 喔他害羞了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 啊你 那你離家裡很遠嗎 還是還好 不行 為什麼你要知道 離家裡遠嗎 沒有因為我不是台 不是台南的 然後好奇一下距離有多遠 蛤 家裡我家嗎 那你們在上面聊天聊多久啦 跟Ship 我跟他認識一兩個月 啊我在這邊玩了從八月到現在 啊你覺得好玩嗎 這個平台 比其他的交友軟體來講 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交友比較那個 比較單純就是聊天啊 這樣子 我們跨年有一起出來過 哇 用這個APP 我們序盤沒有去而已 喔序盤沒有去 所以你們還有一群很多不同的人這樣子 是的 啊他們最近都失蹤了 連各自都脫單了 連各自都脫單了 各自都脫單有可能 那你脫單了嗎 沒有沒有 沒關係你還有我 你們跨年幾個人去啊 我們十幾個啊 哇這麼多人 欸很多欸 住民宿然後烤肉 你們那次都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那麼多人一起去喔 還有都是臨時抱火腳 來參加的也有 所以SHIP也跟他們認識很久了對不對 沒有啊兩個禮拜吧 OK啦大家聊天 因為剛剛他說他們連跨年都一起跨年耶 蠻厲害的 喔我沒有去 因為我是一月多才進來的 餵旅 味道的餵旅行的地方 喔所以你們是做什麼的啊 香料 喔餵旅 味道餵旅行的旅 大家可以到就是SHIP的小店裡面 去逛逛 找SHIP 欸老黑那你去找露營爬山的啦 我們幫你配對一下 現場配對那種 現場配對那種 你看人家都可以租到十個人耶 我覺得還不必要一百人 不是我覺得它還蠻不錯的是 因為剛好可以用匿名頭像 才有機會找到給你交新的 大家不用去客人說什麼你長怎樣之類的 敲敲告訴你們 只要在APP裡面呢 輸入邦邦粉的專屬優惠碼 CAYB 新用戶跟久違回歸的老用戶 都可以領取專屬鑽石 好帥喔 數量有限 趕快去下載 趕快去領起來 繼續吃好不好 休息夠了 孫道 孫道下一家 金葡萄蛋黃酥 好這家終於有開了好不好 蛋黃酥裡面的鹹蛋 是用紅蒲鹹蛋黃 聽說很厲害 然後每一顆都蠻重的 對它就是一個很大顆 可是好像一次要買到一盒的樣子 六顆最少要六顆 綜合的是有甜的烏豆沙 跟鹹的綠豆肉脯 甜鹹的麻糬 因為今天沒有找你 好OK 我們要吃我們的金葡萄蛋黃酥了 我的是鹹的 肉腹鹹的 一顆真的是還蠻漂亮的耶 很重 就可以掉 它裡面的東西呢 它出掉了好噁喔 皮好好吃吃 皮超酥的耶 你弄的裡面有麻糬 蟹也很Q為什麼 沒有是什麼啊 鹹的 有點肉鬆然後鹹蛋黃 鹹蛋在最原始的做法 就是用紅土去醃 你早的時候有去金雞蛋樓上 這不對 金雞蛋 耶 那你剛剛還不知道什麼是紅土 肉 但我覺得它是還蠻好吃的耶 它那個酥的真的好好用 誰在那邊講說不會掉虛 OK 我滿手都是 他剛剛說的啊 B耶 你說的 可是我們剛剛原本是講說 三個一起吃一顆熱量沒那麼高 你們現在有沒有覺得好像一人可以吃兩顆 我們這樣一盒是260塊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我覺得是蠻大的 你們自己看它那個厚度 好啦 旁邊金葡萄 大家可以來金葡萄蛋黃酥 我們現在來下一家就是利達豆花 它是說有那個白豆花啦 有人說嫩仙草也要吃 我那時候會選它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要帶大家吃三色豆花 我們小時候吃古早味 你知道古早味吧 本土味啦 喔 本土味 可是我不會去本土味吃它 他不知道本土味 本土味是以前的手搖店 是一手搖店藍色的 我真的不知道 進去進去點 可以點嗎還是進去 還是裡面點 喔好 OK OK 老闆芬萄老師告訴我們說三色還好 因為三色就是 三個條門的 喔 不是手工的 對 那老闆你覺得招牌比較推的 招牌就是豆花或者是仙草類的 那我們就吃仙草好了 好 我們現在呢有兩碗 剛剛老闆說他聽到這一味沒吃過 沒吃過 所以老闆說喔 吃吃吃吃 我真的覺得老闆怎麼那麼誠實 他說他們從小到大都做這個嗎 他們是想講求天然 三色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天然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他都會跟客人說 但是也是客人就是喜歡吃啊 但他仙草是加牛奶 我超愛仙草 欸不要亂稱呼啦 真的我們以前在吃仙草的時候 他們都是加用奶酋 油油的 對 Yes 油油的 但是他這個是加牛奶進去 他的珍珠是黑白珍珠 然後加上藕泥 那個仙草太Q了啦 滑嫩 好那我們就要把重責大任交給我們的老K 我們來老K吃吃看這個布丁好不好 三色 欸我們就像三色布丁啊 你剛剛不是說你沒吃過嗎 所以你是吃過的 我剛剛沒吃過但是就是三色布丁 三色布丁 我知道為什麼老K剛才叫我們吃 這個就是一般的三色布丁 但是你剛才吃的仙草或剛剛的豆花 應該是他們特別不一樣的 叫一個沒有吃過三色布丁的人說 這個就是三色布丁 白豆花配雞蛋布丁跟巧克力布丁啊 這個就是小朋友愛吃的 小朋友一定愛 粉絲來了 欸 我們也算準時 唉唷 徒步環島 對不對 對 徒步環島 有遇到他 哈囉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時候走徒步環島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很強 因為我在鑽小路 我在雪甲 我們那時候呢都是用手機溝通 因為他是 就沒辦法聽也沒辦法講 我在雪甲裡面小路走來走去的時候 他竟然找到我 他騎著摩托車然後送紅茶給我 我覺得超強 謝謝 謝謝 掰掰 小心騎 OK 我們現在要來吃阿咪臭豆腐 阿咪臭豆腐 我原本沒有要拍他 因為就是他真的太紅了 那我原本是想要去吃一家素食的 炒臭豆腐 結果他竟沒開 阿咪這邊呢 紅到炸了 阿咪也是素食的 欸 柱子可用 欸真的 欸真的耶 有些可能油是用豬油阿 就不行阿 欸 因為我之前在走徒步環島的時候 同一天 有大概兩到三個粉絲都送他們來給我吃 我記得雪甲好像也有一家 就是他不是只有一家而已 然後他非常紅 連在地的人都說好吃 我跟妳講 跟妳講 過來一點 跟妳說 我這輩子人生還沒有打敗的第一名臭豆腐 妳知道是哪一家嗎 哪一家 妳屬屬的住在那裡 妳還講不出名字 我舅舅 舅舅 對 哪裡 我知道在嘉義 哪裡 晚上開的 大陵臭豆腐 大陵老師我吃過了 我住外婆住大陵 不是舅舅住大陵 啊不就差不多嗎 差很多 以前是妳舅舅住那啊 你不要硬扯好不好 你剛剛是偷吃 又在發現了 喔 好燙喔 很燙喔 很燙喔 不然抽辣椒啊 嗯 但他真的 可以排到前三名了 他的比較特別是 他醬汁甜的 他臭豆腐宜有一點甜甜的 唯一剛剛很甜意喔 他去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甜味還散發在你的嘴巴裡面 他沒有散去喔 他是一直在你嘴巴裡面 有感受到那種甜甜的滋味 對 我覺得那應該是醬油的甜味 一般豆腐是一整顆吧 他切一半在裡面是更豐富的 他的這個 甜感一點會給了半分 欸真的 他泡菜那樣的好吃 你知道大陵為什麼會贏的原因嗎 為什麼 小魚辣椒 他的小魚辣椒是直接塞在豆腐裡面 這輩子不會忘 很可惜沒有吃到那個素的臭豆腐 這樣 然後再吃 好 我們要吃蝦椒囉 我們現在要來吃你很愛的甜甜圈 甜甜圈 他叫植芯 植芯早點 但是他就是下午的時候會賣的東西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要來吃他的甜甜圈 好 我們選了一個良辰吉味 甜甜圈 它糖粉沒那麼甜 但我覺得還好啦 他就是一個下午的時候可以來甜一下 小點心 真的會為了他再買很多素我還好耶 經過可以買 因為他就10塊而已 啊你這個是30塊嗎 營養三明治 他雖然是賣早點 但他下午也有開 然後賣的也都不太一樣 而且是阿公阿嬤 可以支持阿公阿嬤 支持在地鄉親 去吃這家是 水晶餃 水晶餃 它叫做無名攤車 傳統手工包子 它有白饅頭 紅豆饅頭 水晶餃 醬子 那大家說這個水晶餃 一定要吃 哇 好棒喔 趕快拿手機 老闆娘我們想要吃那個水晶餃 好啊 今天想要買個饅頭回去 他最愛饅頭了 對啊 試一下這水晶餃 來你們兩個沒吃過的 你們兩個先吃 好 看一下它這上面 爛的咧 我剛剛覺得很酷的是它真的是餃子形狀 它真的是阿 很好吃耶 你要吃裡面的料 你有剛剛有吃到料嗎 它好像台北的肉圓喔 對 很像肉圓 因為它裡面包的就是肉圓的東西 它是水晶餃 很酷 有機會你們可以去吃家一的水晶餃 家一的水晶餃 那家也是超多人在排隊 超好吃的 剛剛看尺寸覺得有點太大 現在好像覺得自己可以吃一顆 我剛剛想買五個 然後看到我在咬第二口的時候 心裡有點難過 心寒了 剛剛流淚 全部 都沒有肉 這下午三點才開 這家是飲餐版的 超好吃的 哇 啊 來 這個有你介紹了好不好 巷子內的巷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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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香野酥蛋捲 30年老店 它有很多口味耶 它有很多口味耶 原味 芝麻 海苔 綜合 海苔 還有它有雪Q餅 感覺好像要吃一下那個綜合蛋捲吧 對不對 我們買一個綜合的好了 自己家做得好厲害喔 而且我覺得海苔捲心蛋捲感覺也滿厲害的 海苔感 對 而且滿好吃的 耶 那我們在外面吃 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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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酥 而且滿厚的 蛋捲博士來 而且它一根一根端耶 就不用看 要一次開一大包 這是我們帶回去的伴手禮 推薦給大家來到家裡這邊吃爆之外 你可以買一些伴手禮回去 像我們剛剛那個蛋黃酥也可以買回去的 我也是鹹蛋黃 上面這一面是肉粽 哇 欸 這鹹Q比很大塊耶 鹹蛋黃 鹹的有點意想不到耶 因為之前我吃到的都是甜的 然後配肉粽的那個綿密感 而且餅真的口感很好 嗯 很清 就是用棉花糖吃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它就很肉粽鹹耶 肉粽味 肉粽味 其實我們在北部吃到的鹹Q比就滿貴的 好像一般到兩百多 真的 然後也才八到十個 這個是十個然後一百五而已 划算 而且每個很大片 各位 這是我們在家裡這邊的最後一間 我們的蛋捲好不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家裡吃吧 喜歡 想要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開箱的 如果你們想要看到其他鄉鎮美食的話 歡迎下面告訴我們想要看哪裡喔 掰掰 吃飽佳麟 掰掰 大家好 然後我叫本名叫陳凱� 一名叫老K 老K 然後現在31歲要32 什麼星座 巨蟹座 你選女生的條件 喜歡高的女生還是比較矮的女生 身高好像還好 因為我185 所以對你來說都太矮 所以對你來說都太矮 對我來說都太矮 我不會挑對方的身高 所以女生身高180也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喜歡活潑一點還是比較穩進一點 可動可靜 因為我有時候太吵 但是我如果找個太穩進的 如果他覺得我吵 那就很麻煩 所以只要另一半能接受我吵 不管他就是吵或安靜都可以 不管他就是吵或安靜都可以 都可以 只要能接受他吵就好 另一半年齡 你希望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因為我31歲 感覺小個幾歲比較好 比如說2526這種 22 太小了 還要吧 10歲 差10歲 很過分吧 兩吋照片點要3.2公分 3.2公分可以 這也太大了 3.2很大 護照啊 好啦如果有以下條件的人的話 IG帳號念一下 O Kevin Travel 然後密思訊小楊小巷 來這邊 好 謝謝大家